我们昨天所带会员去抢短的太阳能 表现不错 虽然没有卖在最高点 安吉今天也两天大概也算了一下 大概有9%左右的这样的成绩 如果觉得不满意没有关系 我在节目中也有讲 没关系尽量来退费 你退完给你了以后 麻烦请你把赚的钱给我 就一档股票而已就这样 强短就是要怎么样去抓强势的股票 我也在里面跟各位分析 为什么勤贼先勤王 打蛇就是要打青春 你既然要做短 你就是要抓最强势的股票 今天还有什么股票呢 除了穿红衣做捷运以外 在里面我也做解释 今天小拉回 另外还有一档股票 我不相信你猜得到 把节目开完 你猜得到你告诉我 我真的就佩服你 如果猜不到的一样 加入我的line 好不好 请帮我按赞 请帮我分享 请帮我点阅 请帮我开启小铃铛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本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 我是谢一文 今天是耶诞夜 今天24号耶诞夜 先讲一下 小时候的回忆跟故事好了 小时候 夜诞夜 大家都说我们有圣诞老公公 一定要乖 因为有乖的话 圣诞老公公经过我们家 才会从烟囱下来 台湾没有烟囱 他会从窗户爬进来 把礼物放在你的袜子里面 小时候信不信 信 对不对 睡觉之前 都会把袜子挂在床头 然后有时候兴奋 睡不着都偷瞄一下 偷看一下 圣诞公公来了没 对不对 这个 可是小时候家境也没这么好 妈妈通常都不会去理会 我们把袜子放在那边 那早起来都会说一句话 谁的草乙子挂的那些都不在洗 不但没有礼物 还挨了一顿骂 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圣诞礼物 那稍微再大一点的到国小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教会 为什么去教会 夏老师你是天主教 是基督教吗 不是 是到叶旦叶的前夕 都会办活动 他们都会穿 穿着圣诞老公公的帽子 胡子 干嘛 发糖果 发给我们社区的那些 小朋友那些糖果 希望你来怎么样 来信教 可是他不会告诉你信教 他会告诉你先用糖果 晚上我们这边很热闹 然后有糖果 然后就会去 然后开始就跟着他们怎么样 他们讲什么 念什么 唱什么 我们就跟着唱 很欢乐的样子 但是各位 我为的是什么 小时候的我当下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糖果 为的是糖果 长大一点的到学生的时候 或者是还没有当兵 当兵前后之前就开始跟同学 跟朋友去什么 去夜店 去干嘛 去倒数 去五四三二一 去 Happy New Year Happy Merry Christmas 就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年轻过往时 小时候的回忆 是否也是如此 那以前我们都是要什么任天堂 什么 反正就是游戏机 对不对 现在小朋友都不稀罕了 现在跟你要都是要什么 要什么遥控飞机 遥控直升机 那种高档货 钱要花很多那种 好了 小时候的回忆大概就到这边为止了 好 这个 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先讲一下 就是说今天二十四号 这个日子是威风八面 威风 雪中宏的子公司威风上市 那他之前在上市 在新贵之前大概是300块 对不对 我们预估他上市之后 威胜会带动一波上海 结果是上市前 前一段时间 像我们一样从41块42块43块 涨到60块 上市之后反而跌 上市之后反而拉回 威胜反而间拉回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开盘价格 整个盘中的价格 都没有到达300 股票就是这么奥妙 股票就是让人很痛恨 可是又让人家很喜欢的地方 这也就是股票迷人的地方 什么东西不变 为恒变者为不变 只有一个道理是不变的 世界上的事情永远在改变 只有这一件事情是永远都不变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改变 是不会改变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都会 对不对 举例 500年前你跟天主教徒 你跟他说地球是圆的 你会被他打死 因为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样 地球的尽头是一个瀑布 会掉下去 地球是平的 对不对 因为当时船还没有绕地球一周 船绕地球一周才证明什么 证明原来地球是圆的 什么东西都会改变 观念改变 发现了什么改变 什么样子的改变 威风今天上了以后 你会说老师你看你没准 上了以后没有涨 很抱歉 我们已经关门了 我们从41 42 43 49.9 50.8 52.2 做到59 60 我已经把它关门了 我已经把它关门了 这就是股票奥妙的地方 老师题材真的实际来临的时候 反而不会涨 常有的是 前面已经涨过了 前面已经反应过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做股票 看到报纸看到新闻登的时候 我们才去抢 我们才去跑 我们才去追 电视非凡 东森在喊了 这个老师在讲什么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甜头 如果买到 如果吃到 都是肉油了 如果整条肉条 那整条的脚趋都给他们吃 股票就是这样子 也是落落强食 今天谢老师要介绍一档 市场上绝对没有人在讲 市场上绝对没有人发现的股票 当然我到最后再来讲 先讲威风上市 王雪红威胜的故事给各位听 那昨天讲 先讲前天好了 前天疫情 对不对 那个机师 你有戏来那个机师 对不对 这个发生了 大家都害怕 口罩股也涨 防疫概念股也涨 清洁概念股也涨 什么都涨 防务液也涨 谢老师给你分析谁最强 对不对 谁最应该可以买 谁最有机会会大涨 结果谢老师 跟你说一个 有一档股票叫做有得一 大家都应该猜得到 这个美得一 大家应该都猜得到 我不相信有人猜不到 我说有得一 你还不知道那个叫美得一 对不对 连涨两天 连涨两天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防疫概念股里面最强的 对不对 只要到今天开始变弱 随便卖 庆差一杯 为什么你随便卖 你至少也赚一根半吧 随便你卖 对不对 昨天又什么强 昨天又变太阳能墙 谢老师又跟各位分析 我也有去买 我去买什么 我去买安吉 还跟各位讲 对不对 又跟你分析 我说什么国硕 不要分析 联合再生 不要分析 我分析什么 我分析元金 我分析安吉 我们怎么讲 我们要叙述一次 用户大户条款怎么样 怎么样 采用环保电 这个部分的用电大户 要采多少比例 要用一些环保用电 那风力的 我说我不介绍风力的 我介绍什么 介绍太阳能 太阳能里面 最具代表新的一档叫元金 6443 一档叫6477的安吉 到底要选哪一档 元金怎么样 元金没有融资券 相对它筹码也会安定一点 当然它的优势在于这里 然后它还有优势 就是说它比较低价 可是我反其道而行 我选择安吉 我给安吉的理由是什么 卷资比高 它有融资卷 可是它卷资比很高 昨天高达44% 今天高达42% 因为昨天的融资稍微有点上癌了 所以把融资的卷资比 比例稍微下降了一点 财务结构最好 为什么 在没有所谓的今年 什么拜登效应 太阳能效应 环保电效应 绿能效应 都还没有发酵之前 在去年自节 不要自节 已经公开发行 已经公开跟各位讲公开资料了 它去年就已经赚钱 可是援金有没有赚钱 援金没有债钱 我不能说赚钱的股价比较高 赔钱的股价比较低 不是 我不是这样分析 可是至少我可以跟各位讲 至少对公司的财务结构来讲 安吉一定会比援金还要来得好 对不对 至少安吉会比援金的财务结构 还要来得好 因为为什么 在没有这样的效应经过之前 在之前 去年他就可以赚钱 今年所谓的题材效应 包含拜登上映 提上太阳能 包含前两天的美国的商炮在涨 第一次也在涨 所以会带动所谓的太阳能一波 也没有什么股票可以买之下 昨天安吉 昨天援金纷纷涨停板 各位你不要忘记 昨天援金比安吉还要容易涨停 还要快涨停 还要锁涨停 因为大部分人都喜欢去买元金 可是我带会员去买什么 我带会员去买安吉 结果今天安吉跟元金相比 你自己去看看 你自己去看看 安吉今天还有涨到涨停板 元金 元金连碰都没有碰到 更不要说什么贸底 什么联合再生 那更不用讲什么国朔 我更不用讲 我没有去分析 为什么不去分析他们 我要分析 我要抓短线强短 我就要抓最强的 我就要抓最强势的 短线上你要怎么做 很简单 如果你能够分析得出来 你就可以抓得到 为什么你要去抓最强的 打蛇要打七寸 擒贼要先擒王 要抓就要抓最强的 结果也让我抓到了 防疫概念五最强的我们也抓到 太阳能的股票里面 最强的我们也抓到 我们今天出掉了 我们今天安吉出掉 我们说强短就是强短 强短就是强短 没有出在最高点 一样 如果你认为我没有出在最高点 没有出在涨停板是错的 没关系 尽量来骂我 尽量来退费 为什么 你退费的话 麻烦你把赚的钱还给我 两天赚9% 昨天买今天卖赚9% 你觉得还不够 没关系 你把赚的钱还我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我没有卖在最高 我没有卖在今天涨停板 可是各位强短就是这样 强短就是这样 我像强的 我还要强最有道理的 我还要强长线可以保护短线的 还要去跟各位去做分析 有道理 做要做的有道理 等要等的有道理 卖要卖的有道理 卖完之后要解释 我们之前所模拟的东西 有没有出现 有没有发生 对不对 没有发生原因在于哪里 比如说威胜 比如说威风 为什么上了以后没有破断行情 反而是倒跌 把原因解释给各位听 这一波行情 为什么航运股到船产 到钢铁类股在涨 我说句很实在话 这一波老一辈的能够赚到钱 有经历过1996台海危机 有经历过2008金融崩暴的人赚得到钱 甚至于郭婉龙事件 民国79到81年那一段 有经历过那一段的人一定赚得到钱 为什么 我先喝口水 我们就讲79年那一波 那一波叫做什么 那一波叫做资金行情 台币从跟美金1比40到变成1比26 钱一直以外国进来 前一次外国进来 原物料价格全部都大涨 为什么美金贬值 原物料价格全部都大涨 因为我购料购物成本变贵了 所以各位有经历过那一波的人都知道 这一波台币要涨 涨到后面 为什么老一辈的能够赚到钱 他们会去买航运股 他们会去买钢铁类股 会 为什么 他们会去买什么铜 买铁 钢铁类股 他们会去买航运股 为什么 原物料价格上涨 油价变低 所以怎么样 运费上涨 油料变低 对航运股又是好的 原物料什么波罗迪海指数 价格又调涨 航运的指数又上涨 所以对航运股是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如果你有经历过前面那几波 所谓的危机 什么飞弹危机 台海危机 金融崩暴 甚至于是郭婉隆事件的人 我敢保证你都赚得到钱 那一种行情你一定都赚得到钱 为什么 经验 当下的经验 台币在升值的经验 有危机那个状况下的经验 疫情也是一个危机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会去买航运类股 所以这一波 船甩类股涨有没有道理 航运类股涨有没有道理 钢铁类股涨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不要去排斥行情 你可以说你对那个部分不熟 可是各位 我们尽量要把原因道理找出来 那个道理不是歪理 有人在吵就要去 有人在吵就落 没有那个所谓的一个族群 全部都大涨 那个叫炒股票 不是 一定要有基本的道理存在 有理论基础在 这是我所强调的东西 所以各位 你会看到很多包含产业的头的部分 包含电子股也在涨 比如说金元代工 对不对 比如环球金 中美金 台积电 联电 为什么在涨 一个产业里面的头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产业里面的传统产业 其实代工也算传统产业 只是电子股里面的传产而已 但是内容股票会不会涨 就是在此时此刻它会涨 那些涨的原因在于哪里 跟原物料行情一样价格调涨 钱 我把我的终端售价要调涨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进来的原物料开始要变贵了 在我同样的毛利率之下 抱歉我的钱赚了比较多了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会发现调涨价格 似乎是盘面上最近里面 股票会涨的一个最大理由 一个最大的原因 所以各位 我现在跟各位讲 找股票你要找源头 找题材你要找源头 你现在买股票 你也要去买产能 你也要去买源头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要去买到后端的 你不要去买到消费端的 现在没流行这个 现在此时此刻没有去走那样的股票 你就不要去运碰它 你不要去运撞它 能够做波段的麻烦你 就看题材 能够做短线的麻烦你 你就要看筹码 我们这一波 有波段的股票 比如说有题材性的威胜 对不对 有短线性的什么 100里加百玉 对不对 这个有短线上的股票 安齐 都还算做得还不错 有筹码跟有题材 跟波段跟短线的股票 麻烦你 请你把它分清楚 我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都还是谨守这个本分 我还是照我所讲的去做 好不好 来那昨天又介绍一档股票 穿着红衣服做捷运 老师今天没去 我希望他不要涨 老师为什么希望他不要涨 因为我不是做短线 我要做波段 我不要只有买一次而已 不要买一次 让我成本月定月高我也不舒服 会员也不舒服 对不对 不如在此时时刻就稍微震荡的时候 我在找出手点来买 所以你有时候股票 你做波段的股票 你要马上让他急涨 你只有买一次当他急涨 很高兴 好高兴 你能赚多少 就买一次你能赚多少 除非他能够涨个五成 涨个一倍 那恭喜你 没有这种股票现在不会 现在买 比较大小的股票买 众所歇之的股票不会这么走 他也没有这个条件 这样子走 那你能做的是什么 既然要做题材 要做波段 很抱歉 我就是要买多次一点 我想要他买多次一点 我就喜欢他震荡 为什么 因为我建立的成本 我建立的持股还不够多 所以今天小小的拉回 有没有关系 要冲今天早盘 我也可以把它冲掉 对不对 要冲我也可以冲 大概有8% 大概有7% 8% 我也可以冲掉 我怎么这么做 我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我要包波段 目的非常的明确 思想逻辑非常的清晰 才能当分析师 才能够有资格带领你 应该这么讲 我们的定下的目标 他就不是那么的软线 怕他拉回干嘛 怕他不拉回 对不对 我跟业务也这么讲 我跟助理也这么讲 助理跟客户也这么讲 小小的拉回 都在我们成本之上 放心 看什么时候加码而已 好不好 希望他拉回多一点 希望大盘整个 把它拉下来拖回来 对不对 我们副顶也是这么做 也是这么干 威生也是这么干 如果只有买一次 涨3块 涨5块 涨8块 对 值得高兴 高兴完了以后 这种好股票就是要怎么样 要赚他很多钱 对不对 要买不是只有买一次 买一次两次 买一张两张 你在浪费股票 你在浪费行情 understand好不好 所以穿红衣坐捷运 今天小花牛回来 还要说吗 还要记得 不用 好不好 不要急 不用赶 好不好 可以吗 至于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我要稍微再介绍一下 我先不讲名称 这档股票大概5字头 前三季大概3块多 我的预估第四季 创新高 这一点跟法人预估稍微是有点雷同 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太大的阿Q 我跟法人预估的有什么样不一样 他说今年大概预估可以赚4块半 那我预估大概是5块 我预估的稍微比较高一点 老师你是不是预估太高了 我绝对没有预估太高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甚至认为12月份的营收还会再创新高 11月份已经创新高了 12月份的营收再创新高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马力率的趋势是往上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说营收高 这公司的大赚钱 万一是他是怎么样 他是做costal去抢单 所以要看他毛利率的趋势 毛利率的趋势到第17来讲 我认为都还是在高档阶段 甚至于还会再创高 营收的部分再创高 那等于是三率三升了 营收成长率 对不对 业绩成长率 毛利率 那等于是三率三升了 那我刚刚所讲的 股价5字头 今年我预估 哪怕是4块半法人估了 还是谢老师估了5块 本益比大概只有大概10出头倍 10多一点倍 不是那么的合理 就财务状况 我都觉得不是那么的合理 10倍而已 包含营收状况财务状况 大致上是跟各位报告这里 就产业的部分那就很精彩了 我刚刚所讲的 你一定要找到产能的部分 找到源头的部分 而且市场上没有什么人知道 没有什么人在怎么样 在感受 我大概讲一下 在国外已经有合格的产能 有利于大厂长期的订单加码 它是有弹性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国外生产的成本比较低 如果有欧美加码 欧美的订单要加码 它随时可以做什么 随时可以做输出的动作 产能的部分 随时可以做快速的转型跟调整 OK 这没问题 包含产品的部分 第一线的欧美大厂 Makita Bosch Bosch大家都知道了 工具机 砖头 Bosch Bosch做很多 还有连雨刷都有做 Bosch工具机 我们讲工具机就好了 手动的工具机 小型的工具机 包含G1 G1就是奇异 都在怎么样 都在客户的名单之列 能够取代所谓的传统低阶 这些人力 手工具的部分 这家公司所做的东西 也因为 有因为 国外 订单的关系 可以让这家公司的营收 包含11月都在创新高 我认为12月都还会创新高 那 市场上应该没有人讲这张股票 那财务也在做改善 我说的改善就是说 它已经在缩减它的怎么样 它已经在瘦身 已经瘦身过了 产能的部分 在东南亚已经可以有一条龙的生产 生产的基地大产产 已经有产生了 长期的订单有降 我刚刚有讲的 较大的弹性空间 对公司来讲都是一个未来非常大 非常的立足点跟立基点 都应该都没人讲 都没有人讲 我也不想给各位看图 看图你会吓死 为什么 高档震荡拉回来很深 现在在做第二波 我们不要去预期说 主身段会比出身段来的两倍三倍五倍 不要再想 都不要再想 至少过前高有没有问题 绝对没问题 趁拉回的时候来买过前高 这一段差距先做出来再讲 先做出来来讲 好不好 这一段工具叫做什么 叫做松下同子 你一定有没有 你一定猜不到 我就不相信你猜得到 我就不相信你猜得到 那你猜不到 再多一点点提示 松树上的藤蔓 可能猜得到了 没关系 如果你还猜不到 来各位进图卡 免费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小老鼠 Hotmoney 小老鼠 Hotmoney 小老鼠 Hotmoney 888 小老鼠 Hotmoney 888 猜不到 来找我们就知道了 好不好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跟着我们一起赚 跟着我们一起做 让你排除 让你跟亏损 让你跟赔钱 说分手 我们明天见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